来淮南已经四天了 今天我要用我在淮南拍摄的所有视频做一个总结 用我的镜头带大家看一下我眼中的淮南市是什么样的 淮南古城州来安徽省下地级市 地处安徽省的中北部长江三角桌的腹地 淮河之冰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城 淮南市下辖五个区两个县 总面积5533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304万 可能很多人对淮南的第一印象就是淮南牛肉汤 淮南牛肉汤确实在全国非常有名 在淮南的大街小巷甚至每个乡镇每个县城 可以说到处都是牛肉汤店 在淮南每一家牛肉汤的味道都不一样 唯一一样的就是喝牛肉汤越早越好喝 西汉淮南王柳安 他是华夏美食豆腐的发明者 在淮南这座城市光豆腐的吃法就有400多种 所以淮南人对豆腐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的透彻 豆腐宴可以说是淮南的上层美食 淮南是一座历史非常厚重的城市 历史上曾经四次为都 十次为郡的寿县就在淮南的境内 这里被称作楚风汉运是楚文化的故乡 1300多年前 中国著名的以少甚多的战役 肥水之战就发生在淮南的寿县 如今的淮南是一座被称之为建立在金库上的城市 它的煤炭储备量已经高达444亿吨 是中国13个亿吨级的煤炭基地 所以淮南是一座能源性的城市 淮南地区是华东火电基地是华东煤化工基地 被称之为能源之都 它还是中国园林城市 是中国铁路最多的城市 是中国火车站最多的城市 在淮南大小不等的火车站有16座 交通便利的淮南成为中国首个智慧城市的示范点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 作为合肥的核心城市 向南发展打造核环一体化 享受合肥经济圈带来的辐射效应 是淮南的未来趋势 虽然淮南的GDP不高 但是这并不影响淮南人的幸福指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